王爷,当年药王花费巨资收买了很多人 再加上先帝很信任他 他的势力如日中天 所以才能在宫里作威作福 其实当年我们都看不惯药王 也不想帮他说谎 但他抓走了我们的家人 用他们的性命威胁我们 我们才不得不听他的 其实我们早就诊断出先帝中了马前子的毒 但是因为药王的威胁 我们只好对外宣布 说先帝是感染风寒病重而死 好他个初药 王我父皇如此器重的信任他 没想到他竟然包藏祸心毒害了父皇 王爷,不仅如此 药王在毒害先帝之后 还指使云青杀了先皇后 这件事 老奴就是证人 老奴现在就告诉大家 当年先皇后究竟是怎么死的 当年楚药毒死先帝之后 怕先皇后怀疑先帝的死因 便要杀了先皇后灭口 当时云青为了巴结楚药 就主动请婴对先皇后动手 那天老奴带着黎王殿下去找先皇后时 就在门口亲眼所见云青 发现刺激了先皇后的胸膛 当时殿下要冲出去救先皇后 老奴知道我们都不是楚药一党的对手 所以就捂住了殿下的嘴巴 不让他出声 如此 他和老奴才逃过一劫 薛臣 今夜目睹母亲被杀 这样的事情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难以承受的痛 此刻 我真的好心疼薛臣 也好恨红云帝和云青 月儿 我没事 不错 当年本王也亲眼目睹了云青杀害我母后之事 不乃我当时太过年少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才一直将这件事忍了下来 直到今天 云青真的好狠啊 她在杀死先皇后之后 为了伪造先皇后自吻的假象 还用剑在先皇后的脖子上割了一刀 我记得当时 先皇后的脖子上流了很多血 身上也被鲜血染红了 年幼的殿下看到这一幕 因为太过悲痛 当场就晕了过去 要不是 要不是老奴把殿下及时抱走 我们肯定也会遭受云青的毒手 宣臣 先皇后是多么好的人 没想到竟然被云青害死了 当年 我知道要王和徐公公的阴谋后 就怀疑过先皇后的死因 我知道先皇后是个很坚强的女人 绝不可能因为舍不得先帝 就留下一双儿女自吻 我当时就觉得事情很蹊跃 我当时就觉得事情很蹊跃